来 大翔 什么话 说 喂 你好 听到我讲话吗 能听到 说 就是我 买了一套 2005年呢 买了一套房子 在一楼的房子 当时 后来 后来 一日家里 2005年买了一套房子 后来 2018年 我们当地搞 这个渔物工程 就把我们 原有的排水系统 它把它改变了 现在从19年开始 我们家里 每年的净水 管道改造 不是管道改造 它把我们下水 前面一个下水的一个河 叫大寨河 它填起来了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家里 每年净水 进水以后呢 现在净水的原因是啥呀 是反上来的 还是管道破裂 还是什么问题 就是 往下雨水 稍微大一点 它就 倒灌 那是雨水倒灌 然后呢 我们每年呢 都其实上访 包括审委 审委 刘延板 不是 这个不是 这个事正常 如果是你房子里面 产生雨水倒灌 你是加泵也好 还是这个 就改那个水平线也罢 这个应该是在你的 这个整个 你们这个房产 就是说白了 业委 业委会 业委会掏钱 做改造 不是 不是 不是这个情况 我没讲清楚啊 嗯 我是05年买房子的嘛 啊 05年就住着 18年 他把那个 我们的下水改掉了 啊 那这以后 19年就开始进水 每年都进水 就每年一下雨就进水 还是闲着没事就进水 稍微稍微大一点 啊 每年就进 雨下大点就进水 哎 以前我们家里 没有进过水 啊 2010年呢 我这安庆地区啊 啊 靠近长江啊 2010年的时候 嗯 就是有史以来 安庆是下个最大的雨水 我们家里都没有进水 为什么要试试没 大哥 你就是不用 你 我感觉你挺纠结这个事的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就是 有的时候 他这个事是这样的 就是 比如我管道要改造 我管道什么改造的 就是只画管道改造的图 看这个管道改造的合理不合理 如果抛出质量问题来讲 就是雨水倒灌 就是包括这个管道道灌呢 什么这东西 是由于什么问题导致的 就是不匹配 截止到他这一段 是合理的 是合法的 质量也是没问题的 施工也是被允许的 但是你这一段 单独拿出来说 也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们两个这个配一起 就会产生一个问题 比如说压力不行 角度就是这个倾斜度不够 包括就是这个管道里面 其实有很多很多种说法 就会产生这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问题 我们就只说产生了一个什么问题 你就不用强调说什么 2004年之前没有这问题 是因为改造的问题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例子 在美国这种事发生特别勤 就是什么呢 他们原来的管道不是千的管道吗 就是那个水的管道 是千管道 然后由于大概用了四五十年之后 可地下就开裂 然后很多人家的那个饮用水的那个水管 就是不是饮用水 就是挣啥自来水 水管里面就含沙 水就黄的 因为管道进他家这破 然后呢 别人就是过来修管道的 修管道的 要把他们那个整个 接到市政馆 这个签管给他换掉 换成现在新的 新的这种大的什么PVC 这种管 换这种管的时候 由于这个口径大嘛 对不对 到到你家这以后 变喊 你不能说我把你房子拆开 你房子里面的拆开 跟我没关系 我不跟你掏钱啊 是不是 所以接到你这的时候 就变成了 从出入变成个戏管了 那从出管变成细管 就会存在一个问题 如果来水的时候 按照他这个压力也好 或者啥也好 那个水 他那个水龙头一打开 就会就像放屁似 完了就跟着喷 完了就容易喷出什么 泥沙什么堵了 包括就是老百姓家里面 这个管道 什么里面水管干裂了 就里面干裂了 完了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你看你换在外面这个管道 导致我里面这个出现这个问题了 完了就是 这个事确实是一个啥事 我可以跟你说 就确实是一个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你外面管道链 你不让我给你换吗 换的话 我肯定照表准换的 那你先家里面不匹配 我平常我家里的匹配 我家里面正常 我原来都能用 对吧 你只是水质不行 你就把水质给我换了就好了 就是这个东西 就公说公用 就很容易扯犊子 这个事 听懂了吧 这个事跟政策也好 跟啥也好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这就是单纯的不匹配 扯出来的犊子 帅哥 我跟你讲 因为这个呢 他帮我们原有的排水系统 他把它封堵下来 然后在上面盖了房子 本来我们有 很好的一个排水系统 然后呢 政府里面 他就没有很好的处理 这个问题 所以导致 我们家的美丽的精神 他自己也承认了 你这个认知 就得改 哪块地是专属于 你家的排水沟啊 不是我一家 不是 不管你就谁家 你们 你这人家完全是说话 说话完全就是属于 以自我为中心 岁数你肯定是比我大 说你说你的话 肯定说白了 你肯定是不高兴 但我客观说 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 就以你那个 几个业主为中心 曾经啊 我这个地方 对面没有楼 下面全都是公园 现在公园改 那个改制了啊 就是家盖上楼了 阳光给我挡住了 没景也没了 找谁说怎么怎么地的 那个哪块地 是属于你花钱买的啊 啊 我跟你讲 这块排水地 是你花钱买的 盖楼 盖楼是得经过规划的 什么叫本来就排水沟 哥们 那你本来是山沟 怎么说啊 我们买来的时候 那里就有排水 是你买的时候 排水沟 现在重新规划改了 行不行 我跟你讲啊 听我讲一句话 行 行 你是家里没有进水 我知道 我是家里没进水 听这话看起来腰疼 是不是 站着说话不腰疼 又什么 又又违规 又违规 你这是妈 你这是我说白了 那个评论区破房的那些老弟 就别跟那点光光 点那个举报了 唠唠排水沟 你们破啥房啊 这咋的 点上举报 那个失败的人生 就不失败了 从此开始不失败了 就干那个无能怒吼的事 真是 咋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